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對 比較容易引發出是一些不良的想法 大家好 我們是 小本事務所 我們今天要講什麼 今天的主題是 哪一個日本的縣市出文最早被奪走 出文最早 妳是主題太長了 我們今天想說第一次 日本人第一次的出文年紀 出文年紀 我們今天要做一個小小的牌場 不是我們做的 反正就是妳知道日本有很多那種 奇奇怪怪的藍年紀 不是奇奇怪怪 他們有奇奇怪怪的各種財團法人 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調查 消費經費 經費殺手 我們今天經費殺手 不是 今天要來調查日本人 出文的年紀 沒錯 會不會你出文什麼時候被奪走 不然出文什麼時候發生的 我不想講 妳不想講嘛 太可怕 妳的出文是什麼 跟妳記事 很羞耶 其實我對於男女朋友這件事情 大學畢業之後才知道有這種事情 真的假的 我可能發情 不是不是發情 就是那個 這個 這個感覺到要交女朋友的時候 是比較晚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 今天這個日本出文的年紀 沒錯 好 他有幾名 他總共有 46名 46名 你不用從46秒看一下 這太多人了 第10名是誰 第10名有三位 什麼有三位 有三位 三位來選手 三位選手 第10位是誰 湘川縣 在哪裡 在... 不知道 和歌山 和歌山縣 還有呢 岐富縣 岐富縣 妳想想地方 他們出文年紀 大概都在17歲左右 直接是有被高山嗎 對 差不多高山 正常的 正常的 再來就是第8名 河島跟福井縣 河島我還算知道在哪裡 嗯 福井縣在哪裡 在遙遠的 而且感覺有點那種 鄉村調查 對 民間調查 就有點... 我都不知道這個地點 會不會是因為比較鄉下 所以大家比較開放 比較閒嗎 人比較熟 沒地方去 沒地方去我就來告白了 太壞了 我一直想最近鄉下地方 要去哪兒 會有何生氣 是幾歲呢 怎麼田裡面有的亂講 這個 德島跟福井是幾歲呢 17歲 17.1歲 17.1歲 再來呢 再來是 第6名 它是總共排10個 對 總共排10個 好 第6名 北海道 鄉下地方 沒有北海道也是有點鄉下 北海道是17歲 喔 比較小囉 這越來越小就對了 沒錯 另外一個也是第6名耶 什麼東西 群馬縣 群馬縣到底是什麼 可能群馬縣的民眾現在 非常不高興說 你竟然不知道我們群馬縣 對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日本的弟弟學得很不好 第4名 第4名 鳥曲縣跟熊本縣 鳥曲縣跟熊本縣 幾歲呢 猜猜看 16.8歲 哎呦 哎呦 16.8歲 對 日本啊 台灣不是就是會有那什麼 青少年什麼 就是 好像沒有規定初吻的年紀 對耶 台灣沒有規定初吻的年紀 日本也沒有規定 所以規定初吻的年紀 在電 這只是統計而已 在這個啊 這個裡面有1到46 我覺得最神奇的是誰 是誰 我覺得第一個我們大阪人真的是 不行耶 大阪不行耶 告訴他大阪排行第幾 28 幾歲 17.9歲 大阪人你們是就是整年都 不要再賺錢 不要再賺錢 不要在那邊給 不要再保證了 不要在那邊 對 他要開賭場 對 不要再保證了 為什麼 青蠢 大阪人就是他青蠢 還有呢 我們看看有什麼神奇的 第46名跟大家講 愛知縣 愛知縣 19.1歲 你都大學了 可是那邊人少嗎 19 能告白的方法 對 再來第46 併列的是奈良縣 對 沒錯 這是丑仁先生他家 丑仁先生他家 就我們老闆 我們老闆不是住在奈良 嗯 就是那個奈良不是那個路公園 他叫做住航廟 住航廟 而且是很近的那種航廟 真的假的 然後現在不是疫情嗎 疫情就是沒有人餵路 路都會去吃他們家的花花草 真的假的 他很煩惱 再來呢 前三名 第三名 長崎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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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崎縣幾歲 16.7 16.7耶 覺得都好像都是高 高 2高3 那時候 對 再來呢 第二名 神奇的第二名 神奇的第二名是大家沒想到的 秋田縣 但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早就出門的秋田縣名 我很害羞 我要告訴同學們 但是年紀很小 大家不要這樣子 台灣16歲以上以下 7年起跳 日本13歲以下 3年起跳 好 大家看最... 啊不是 大家要想清楚 好不好 要會再去日本 不是啦 其他有什麼你覺得神奇的 哎呀 你們工程線好 哈哈哈 你女生結弦出門了沒 不是 女生結弦第幾名 那個女朋友都沒交過 什麼 女生結弦沒有交過女男友 沒有沒有 因為我交過就會被爆出來了 為什麼 就他好像很早就出道啊 對啊 他不是很小就 4歲就開始了 比較成名的時候啊 是國中生的時候 哦對對對 就開始成名了 那應該是很多記者追 因為說 我記得他那時候就開始很強了 對 蛤 他都沒有交女朋友啊 沒有交過女朋友 我們到現在看到有什麼神奇的 沖繩 欸 沖繩現在開始很open啊 對啊 居然在第13名 17.30歲 也是快要高中生畢業了 對啊 他不是那種海灘 對啊 海灘 比基尼 對 對 比較容易引發出是一些不良的想法 第一名告訴大家 第一名望重所歸的就是 重望所歸啊 XXXX 望重所歸什麼東西 書都不會唸 重望所歸 嗯 東京都 嗯 16.3歲 犯罪です 犯罪です 即是犯罪等級 即將要犯罪 啊 那就是高1夏天啊 欸對耶 高1升高位的夏天啊 哎呀 快到了 好有日據的感覺 哈哈哈 我這邊看了一行啊 它有說什麼都會區相當的早上 是的 所以在東京都 16.3歲算是正常的 對 可是我覺得這調查都亂寫啊 大阪人你怎麼了 大阪人 第二名秋田縣 哈哈哈哈哈 阿一大女秋田女伴幹什麼 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好啦我們今天分享的是什麼 日本初吻的年齡 對 不過大家記住一個正點 嗯 13歲以下 3年起票 日本新放 規定好了 大家注意哦 3年起票哦 好啦我們每次結束都要說什麼 請大家訂閱按讚小鈴鐺 訂閱按讚小鈴鐺哦 希望大家不要犯錯 不是 好啦希望大家多訂閱我們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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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